先任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金融市长牛昌带领着国策顾问童勇张建华 及自立书店创办人陈尚会的家人等地方士绅开箱基隆塔 一行人从下方三角广场坐上电梯 直达塔顶尖端俯瞰及远眺无敌山海美景 我们到最前面铁达尼 铁达尼 小心 空比较大 它有一些粉尘 它有一些粉尘 你看 那些有基隆雨 然后一直可以看到外海去 将原本的检察局第二分局就听设拆除改建 牛昌表示基隆塔不只是基隆的地标 未来更会是台湾国门的新地标 国际的游轮从基隆港外海进到基隆 看到台湾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到这个基隆塔 所以今天特别跟我们所有基隆的相亲开箱 那当然这也是我在任期之内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 那不过还是把这样的一个施政的成果 呈现给我们所有士兵朋友 以及我们所有台湾人民 牛昌强调基隆塔的新建不只是让基隆多了一处国际级的观光景点 串联基隆庙口 哨船头商圈 及希望之秋等 加上国际邮轮回归 将为基隆带来更好的商机 其实商机是无限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基隆呢 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地标 那未来基隆塔呢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景的一个景观 那旁边就是我们的邮轮的转运站 那在疫情之前 我们一年就已经有超过110万人次的邮轮旅客 那我相信未来整个的一个旅客观光客的一个消费 就可以往这个地方来带动 并且也把我们的观光客带到 我们的中正公园的山上 扩大整个一个商圈 登上基隆塔 90多岁高龄的国策顾问童勇 也非常称赞肯定 很好啊 所以基隆一个地标啊 现在疫苗如果外国人也好 我们全生 我们本生人也好 来这个基隆就有一个地标来看 所以外面 外面就靠得多 会带动 很好 除了高耸的基隆塔 透过拥有360度无敌美景的横道连结 还可以到后方充满日式残风的茶屋品名 感受茶道文化 及参观全新的珠卜潭中原济世文物馆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出方面表示 金融塔工程已到完工验收阶段 为了游客可以直接搭乘电梯到珠卜潭 并借由沿着三人县新建的雀桥直通大佛广场 记者张旗潭 金融报道